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威尔塞尔福特是在利家殿魔法学院上学的16岁男生 现在是六年级 生日是12月24日摩羯座 身高1米68 作为不能使用魔法的无能者一直受到贬低 但是另一方面却有着矮人的强韧性 以及在戾气和剑术上拥有非常卓越的成就 因为不能使用魔法而不能获得的学分 依靠笔记以及在地下城讨伐魔物作为实习 来弥补自己不能使用魔法的亏欠 讨伐地下城魔物是可以获得学分的 而且越厉害的魔物击败获得的学分越高 虽然有时候也有高级魔物 来到底层的特殊情况 但是普遍认知还是层数越高越危险 所以能去到多少层是由老师判断的 威尔虽然不会用魔法连学校毕业都难 但是却有着至高的武藏的崇高 甚至是自不量力的目标 在老师和同学看来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给了他一个只会做笔记的优等生意的称号 也就是书呆子 在这个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用一些魔法的世界 像剑士这样的基本已经不存在了 虽然被大多数人看不起 甚至是霸凌欺负 但也有极少数理解他的人 在他们的帮助下就这样普通的过着学院生活 所以本作的大致基调就是 这样的威尔向着至高的武藏前进 那他会怎样实现自己的目标 或者说他能否实现呢 至高的武藏是每个人羡慕的成就 但大多数人还是在普通的生活 那威尔这么特殊 为什么还是要有这个目标呢 原因就是因为喜欢的对象 是至高的武藏之一 在小时候威尔和艾尔法利亚就一直在一起 所以威尔想和他一直在一起 而艾尔法利亚因为有着极高的才能 在年轻的时候就成了武藏之一 也与威尔分开了 而威尔由于在小时候和艾尔法利亚 约定要成为武藏之一 所以现在才会不断努力 没有放弃 隔壁的怪兽八号也有类似情节 这样威尔能够在魔法学院度过六年的时光 那他肯定有过人的地方 也就是他的力量和剑技 还有他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的极高的洞察力 这种看上去弱不经风的外表和极具力量的反差 也是威尔的反差 而且如果威尔脱下衣服 还能看到数不清的身上伤痕 就像在第一季中表现的那样 他的力量可以做到面对单位数为十的怪物的一击 也能轻松挡下来 这里的单位数就是衡量对手强度的数值 这样就是可以换得和单位数匹配的学分 汇率是一比一 顺便提一下 在这个世界有着千分之一的法则 也就是魔物单位数的一千倍 可以匹敌学生的总单位数 而单位数五以上的魔物被区分为强敌 学生一个人讨伐是很困难的 由此可见威尔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另一方面 威尔的剑气有着如雷的一盏的平甲 又宽又强 而他的洞察力可以做到 看到过的招式 第二次绝对可以躲开 另外侦察敌人时也非常有用 虽然在精度和范围方面比不过索敌魔法 但是不需要消耗魔力 没有使用限制 对索敌魔法有抗性的魔物也可以找到 毕竟这是物理能力 而这样的能力 与会使用索敌魔法的人组队的话 会发挥1加1大于2的效果 在之后综合实习的时候 威尔与其他学生组队时 他的能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获得了很多好评 除此之外 在故事中期 威尔还获得了一项能力 前有剧透 请小心观看 在单行本第七卷的26话 威尔获得了可以使用第五元素的能力 运用这项能力 威尔可以把魔法装填到自己的剑里 而在第五卷的第19话 威尔也有把魔法装填到剑里 使其变成魔剑的桥段 而这种情况 在故事的中期会变成威尔的主要技能 当其他人释放魔法时 用剑挡珠奇魔法 就可以把魔法装填到剑里 然后给剑附魔对应的属性 这种能力目前还不知道原理 而且是只有威尔可以使用的技能 从还不能很好的控制 到现在可以控制输出的魔力量 在平时不战斗时 可以降低输出 到了作战时再调高输出量 接下来讨论一下在威尔身上的几个谜团 威尔是在这个魔法世界唯一的战士 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存在剑时呢 在杖与剑的魔剑坛的世界中 剑是存在的 本作中的芬恩也说过 剑应该是由我管理的 而且在作品中 介绍他们的世界时会特意用魔法世界 威尔他们存在的地方 是由至高的武藏隔离出来的 对于外部的情况完全不清楚 外面也是魔法世界的可能性也有 但是在哪里存在着一个剑的世界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么就像在魔法世界里 用魔法师普遍的行为一样 在剑的世界 只用剑术和武术也是很说得过去的 而威尔会不会就是从那个世界来的呢 虽然不能确定 但是威尔的设定是孤儿 并不清楚出处 现在只知道 威尔和爱尔法利亚从小在一个孤儿院 关系很好 以及会使用装填魔剑的技能 在之前的故事就不知道了 在回想中 有一个戴着兜帽的女性对她来说醒来吧之类的情节 所以至少威尔的过去和她会使用装填的能力一定是有关的 关于她为什么会来到魔法世界 可能是因为她的父母觉得魔法世界安全 然后就把她带来了 原因是因为天空被封印 本来就是为了阻挡天上的侵略者 不让危险因素进入 而那个剑的世界 说不定已经变成危险地带了 于是为了救威尔 就把她从剑的世界送到安全的魔法世界了 由于是在孤儿院长大 威尔和艾尔法利亚其实是同一个性 虽然也有可能是兄妹 但这也太狗血了 况且能力和外表都不符合 如果真的是从其他世界来的 那么孤儿院的管理者给他们起了一样的 有意义的性的可能性更大 然后就是魔法世界里剑士的存在 首先剑士或者说是战士是肯定存在过的 芬恩看见过威尔时曾说过原来剑还活着 这句话就可以说明 剑士曾经存在现在基本被认定消失了 所以除了威尔之外可能就没有剑士了 但是刚刚也说了 芬恩说剑是由他管理的 那如果没有剑士的话 为什么还要管理剑呢 所以宗上认为剑士还存在 只不过不在这个魔法世界里 那至于不在魔法世界存在来的理由 也许是剑士与魔导士的对立 或者是魔法一方确实更占优势 在魔法普及之后 大家都去学魔法了 或者转职魔导士了 另外矮人族之前也是战士 但是因为反乱而被镇压了 现在只有对他们下命令 他们才能拿起武器 例如在境界纪的时候 就拿着斧子 他们与剑士是否有关系尚未可知 但是矮人也在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管理着剑的少年芬恩 他和威尔也有可能来自同一族 首先他们都会使用剑 而芬恩多次发言 都是关于他好像知道威尔潜在的力量 比如威尔第一次装填魔剑 使用白银解放的时候 芬恩对威尔鼓舞说道 回忆起来你的起源 把你原本的东西拿回来 另外芬恩和魔女王 缔结契约是在500年以前 那芬恩是活了500年以上 或者是家族代代传承着这个契约 现在也知道芬恩属于光之一族 而光之一族也是无法使用魔法的 那威尔也同属于这一族的可能性 是不是也非常大呢 光之一族除了无法使用魔法 他们拥有好几代累积下来的 关于地下城的知识 是与塔缔结契约 帮助开拓地下城的指路人 这一点也与威尔的笔记 也就是知识辅助战斗很相似 威尔之后在学分不够 而且被魔法学院的老师 艾德沃·塞尔分斯 一直反对的情况下 也顺利进入了塔学习 而理由是 作为最接近至高的武装的人 知道塔有多么严峻 魔法学院校长的推荐 是在毕业典礼上发表的 因为能进学塔的人 在魔法学院的毕业生中 也只占一部分 对于其他人来说 进学的条件是7200单位 又或者是有两样新魔法的创造 满足条件的 在4017毕业生里只有500人 威尔就是其中之一 好了 今天暂时到这里 还用多多点赞支持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你的小铃铛 届时我们再接着细聊 随时关注我们 大幕会你带来更多精彩 多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